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疑问 为何慈禧死后一年才下葬 据说慈禧出病之时 诡异事件频频上演 上万人的送葬队伍所到之处臭气熏天 甚至有些老百姓还看到 有鲜红的血水时不时从关中流出 然而谁也没想到 在20年之后 慈禧居然在棺材中诡异的复活了 1928年7月 孙殿英带领手下将慈禧太后的墓葬炸开 打开棺果后 却看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见慈禧安详地躺在棺果之中 然而当他们仔细观察以后 直接被眼前的场景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慈禧的尸体经过20年的地下埋葬 居然犹如刚刚下葬一般 身上的皮肤光滑浮有弹性 就连脸上还带着微微的烟红 好似一个活人睡着了一样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已经腐烂的尸身 还能在20年后死而复生 送葬队伍所到 又为何散发着阵阵恶臭 还有老百姓看棺果中渗出的血水又是什么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走进慈禧老佛爷的墓葬之谜 1908年11月15日下午2点左右 一代祸国殃民的妖后慈禧 终于在自己的寝宫里闭上了眼睛 享年73岁 纵观慈禧这一生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然出身十分卑微 却一点也不妨碍 自己成为大清最高权位的老佛爷 在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最后名为老佛爷 但是却控制着清朝的实权 慈禧这一生奢靡无度 在死后更是风光大葬 葬礼那可谓是十分宏大 不仅规格要上抄历代皇帝 就连一号也是清朝时期最长的一个 不过这些跟慈禧的陵墓相比 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慈禧生前就习惯声迷无度 铺张浪费 而如果六十大寿更是直接掏空了国库 在民间六十大寿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寿臣 更别说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站在权力顶端的慈禧了 他的六十大寿是在1894年的十月初十 这一年也正好撞上了中日甲午战争 眼看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 慈禧却为了一己之私 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当作打仗购买物资的军费 甚至还拿着老百姓捐赠 买战船的银子 修建颐和园和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 甚至还这样说道 只要日本人打不进北京城 就不要打扰我六十大寿 根据记载 慈禧的六十大寿可谓是奢华无比 空前绝后 规模更是超过了康熙和乾隆 在颐和园中布满了十分豪华的典禁 就连皇宫到颐和园的路上 都铺满了红盘和祝寿的用具 仅仅菜肴就有一千多道 其中满汉全席这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对自己受臣都如此奢华的人 怎么会在自己最重要的葬礼上小欺呢 当时的大清已经摇摇欲坠 但是慈禧却毫不在乎 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自己的葬礼 办得尊贵无比 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 慈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贵妃 所以墓葬的规格也只能按照 当时规定的贵妃葬制建造 然而随着光绪当上皇帝以后 慈禧也开始垂帘听证 甚至直接把持了朝政 于是便直接将之前订好的陵墓规格推翻 不惜掏空国库 开始设计自己的陵墓 古代皇室成员都比较迷信 而慈禧更是认为自己的地位高尚 对陵墓的建造十分严格 从修建到完工 整整用了13年的时间 直到自己死后一年才建造完毕 整个陵墓的墓室可谓是奢华无比 其中使用的墓材 全部都是十分珍贵的黄花梨 要知道 起今为止全球黄花梨打造的家具加起来 也不过才上万件 而慈禧却把这些珍贵的木材 当成最普通的用料 铺遍了自己的陵墓 墓室之中更是挂满了 使用黄金制作而成的装饰品 就连墙上的著名工匠雕刻的花纹 与壁画几乎全部都是不可估价的宝贝 除此之外 墓中还有慈禧 从大臣们那里搜刮过来的金银珠宝 根据当时的史料统计 仅仅是这些陪葬品 就价值五千万两白银 然而这只是慈禧墓葬 花费的冰山一角而已 送葬队伍更是史无前例 慈禧死后为何一年才下葬 出殡队伍所到之处臭气寻天 甚至还有老百姓 看见关中渗出血水 难道真如百姓所说 慈禧这是遭天谴了吗 那么慈禧不惜掏空国库 建造的陵墓又有多豪华呢 1909年11月5日 此时慈禧已经死去一年了 这一天也是他风光大藏的日子 慈禧使用的棺果十分奢华 全部都是由金寺楠木雕刻成 一两就价值千斤 整座棺果重达一吨多 在棺果的正上方 还有一个纯金打造的大圆球 金球的重量更是有33斤重 仅仅一具棺材 慈禧就花费了上百万两白银 然而这只是棺材 在棺材的内部铺满了各式各样的西式珍宝 最底层是30公分的珍珠 身上则是一条使用金丝制作而成的棉被 头顶上金子制作而成的凤冠上 镶着一颗犹如鹅卵石大小的珍珠 嘴里含着的叶明珠 可谓撑得上无价之宝 除此之外 在慈禧的棺果中 还放着各式各样用翡翠打造的器物 其中有翡翠西瓜 祖母绿宝石以及红山胡树等西式珍宝 简直整个人被珠宝金器包裹起来 极度的奢华无比 而送葬队伍更是浩浩荡荡 上万人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延绵几十公里 宫女和太监们一个个手持晚连 哭得气不成声 不远处 还有骑马的侍卫一路保驾护航 仅仅只是给慈禧台棺材的杠子手 就多达7920人 这些人轮番上阵台棺 还有各种拿着法器的和尚喇嘛 为慈禧送唱经文 一路走来可谓是壮观无比 但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队伍所到之处 一股腥臭味就随着扑面而来 那味道就像咸鱼暴晒了一个月 又丢进臭豆腐缸里在腌制一个星期一样 正当老百姓捂着口鼻感到恶心时 一些眼睛比较尖的人 突然发现慈禧的棺果中 时不时的往外渗出血水 这也把围观的百姓吓得不轻 难道慈禧的尸体经过了一年的腐蚀 已经开始腐烂变质了吗 村民们纷发喊道 这是因为慈禧生前恶事作劲 遭天谴了 据说慈禧在死后 尸体曾被天雷击中 面貌被劈得惨不忍睹 而那些流淌出来的血水 正是慈禧伤口流出来的 但是这也只是传闻 慈禧在生前如此奢华无比 此后毅然对自己的尸体的保存状况更加重视 它的棺材不仅里里外外都涂上了七七 四十九层油漆 甚至还在最外面刷了一层金子制作的密封器 并且在棺果中还存放了大量的防腐材料 和避免发出臭味的香料 再加上当时清朝那个年代 防腐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应该不会出现臭气熏天 血染棺果的情况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慈禧死后为何诡异事件频频上演 明明尸体保存的十分完好 送葬所到之处却臭气熏天 血染棺果 更让人为之震惊的是 棺果被打开以后 慈禧的尸体瞬间长出诡异的白毛 这些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28年7月 军阀孙殿英为了筹集军费 使用炸药将慈禧的墓葬炸开 等到棺果打开的那一刻 他们直接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只见已经下葬了20年的慈禧 安详地躺在一堆奇珍异宝上 尸体面容就像生前一样生动 肌肤也是十分饱满 就像是在睡觉一样 看着眼前的西式珍宝 孙殿英准备他们全部细节一空 然而在这些宝藏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慈禧口中 那颗鹅卵石大小的夜明珠 传说这颗夜明珠 有着让尸体常年保持鲜活 不腐烂的功能 然而就当他们将这颗夜明珠 从慈禧口中取走以后 慈禧的尸身 就开始快速地腐烂干瘪 然而这些军阀却毫不在乎 命令手下将之前的全部搬走 将慈禧的尸首直接随便一扔 就直接离开了这里 那么慈禧的宋葬队伍 为何臭气熏天呢 原来是当时宋葬的队伍人数众多 慈禧的棺材又重大一吨多 每次都得由120名杠子兽 轮流抬棺 再加上其他的王公大臣 侍女婢女等等 随葬队伍的人数 更是多达几万人 除此之外 皇宫距离陵墓120公里 这些人全部都是步行 需要五天才能走到 途中所有人也不敢耽搁 除了睡觉就是赶路 更别提洗澡了 所以数万人几天几夜赶路 还不能洗澡 人身上散发的汗臭味可想而知 再有就是宋葬队伍中 还夹杂着许多车马 这些牲畜边走边拉 所以才会导致宋葬队伍 所到之处臭气熏天 而棺材之中 时不时流淌出来的血水 则是因为里面 铺满了防腐的药材 和防止臭味的香料 这些材料 经过长时间的混合 变成了红色 随后就会慢慢地渗出棺材 在宋葬的路上 避免不了颠簸 所以时不时地 就会流出来一些 那些围观的老百姓 从远处望去 还以为是慈禧的血水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 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